一朵朵外形饱满厚实 香气浓郁的101品种菇 采收时先观察菇散的宽度 再靠菇农的一指神功 现在会抓稍微再严格一点 我们可能会抓不到一公分 我们就会把它采掉 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生鲜的品种 这家位在台中新社的农场 每年生产12吨的干香菇 也是台湾少数6%的有机香菇农场之一 一开始的话我们需要观察它的菌丝体 它的生长状态 它的一次菌丝 二次菌丝 三次菌丝 我们都要去观察 它会出菇的状态的时候 是我们要看它有没有三次菌丝 种植香菇除了浇水 还要观察香菇包菌丝体状况 这是菇农吕建序每天的工作 而且要控制菇寮温度 攸关香菇生长速度 出菇的状态的话 我们就会尽量让它维持在 20到26度之中间 农场主人吕建序原本十多年前 在台中做汽车黑手 因为老板要结束营业 他决定返乡种香菇 我妈就问我说 你之后你想做什么 我想说不然来种菇好了 反正我们家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 就有在种菇了 然后经过我爸爸那一段 我爸爸那一辈有一个断层 但是我们也都一直有跟香菇 这一个产业有在接触 一开始并不顺遂 种菇第一年就碰到七二水灾 水尽香菇寮 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包括我爷爷也觉得说 经过的百个百个 我们北风北了 那你现在才要下去种菇 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种菇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应该是还没那么快 我们坚持看看 就在种菇第五年 生意开始有起色 但是事难料 在2010年遇上香菇价格崩盘 从一公斤1600元 别到只剩下成本价900块钱 投入的人太多了 所以那一年刚好也碰到崩盘 所以那一年我种了 也是我种最多的那一年 也就大概赔了三四百万吧 于是太太鼓励吕建旭 干脆自己做品牌 开启了创业之路 一开始我们也尝试着跑农民市集 可是其实农民市集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它的效果 其实就跟菜市场一样 你有来 我有来 我就有东西卖 然后它的客群不是太稳定 变成说他们下去做的话 他们就是以团购 以团购组为优先 为了增加产量以及让品质更好 吕建旭搭建起水帘式沽寮 营造香菇喜欢的凉爽环境 这个木浆的部分 湿透以后 它外面热空气进来 经过这片水帘降温以后 它进来里面它又带有湿度 然后温度 你又体感温度它又会降下来 如果以夏天来讲的话 进来的空气至少会降湿度 尝试新方法改善 菇寮围棄后条件 为了增加湿度 它还装了造物基 产量因此提高五成 为了跟市场做出区隔 吕建旭也开始做起有机香菇 主要是市场的需求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 菇类有机真的不多 然后客户都会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你们不下去做有机 就连采好的香菇 吕建旭也很讲究 第一阶段进行冲洗 香菇面才会漂亮 再用筛选机进行大小壳分级 不同其他菇农采取高温做法 吕建旭把温度降低 虽然烘焙时间多出一半 更能烘出浓郁香气 高温的时间不要太长 然后以这样子的下去 我们下去烘的话 大概就是28到32个小时 烘焙出来的香菇 基本就是里面一定要是金黄色的 对然后外面就是要通 然后皱褶这样 它其实你看它完全不是亮面的 它是雾面的 太太黄敏玲就是吕建旭的 最佳得力助手 不只帮忙把关品质 还把品牌行销到国外 像我们会去香港餐展 我们会去新加坡餐展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是走出去看一看 然后听听看国外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是否有办法能力去供应它 香菇汆烫过 简单料理就能吃出天然鲜味 或是香菇切片做成油饭 提升香气层次 用心种出来的香菇 擂过不少滔客挑剔的嘴 吕建旭面对挑战 懂得创新转型 勇敢尝试新技术 打造自由品牌 也让香菇走出台湾 飘香海外 这几年中国大陆的香菇走私非常猖獗 不肖的叶子 常常会把中国香菇 混沖当成台湾的香菇 这也造成台湾菇农的收益受到损害 目前中国大陆的香菇产地价格 一公斤是800块钱 那台湾香菇的产地价格一公斤 是1600块 两者就差了一倍 所以要小心 国内有五分之一 2000公顿的这个香菇 是大陆混沖的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老板 中国大陆的香菇 跟台湾的香菇 可以怎么分辨呢 我们先从外观下去做分辨 你只要有看到有花菇的地方 其实你就要怀疑了 我们台湾的花菇非常的稀少 再来就是看香菇的角 菇角 菇饼的部分它会裁切得比较短 我们台湾的我们会留一节 那再来就是香气 它的香气闻起来就是会有一个臭菇味 它的香气 台湾的它就闻起来就是比较有一个浓郁的木质香 想再问一下老板 是不是香菇味道越浓越好呢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闻了 其实以我们台湾的香菇来讲的话 它现在闻起来是比较有一个清淡的木头的香味 但是你也不要闻到其他的不好的香味 不同不好的味道 比如说潮湿的味道 那个品质就不是很好了 谢谢老板 帮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回头 吧 为了